好,我们大家一起合唱来历经佛陀 南无达沙嬷佛渡阿拉阿多 山佛达沙嬷 南无达沙嬷佛渡阿多 山佛达沙嬷 南无达沙 巴卡瓦 阿拉哈 多 三佛达沙 历经那位 巴卡瓦 阿拉罕 正知觉者 各位尊者 尼师 贤友们 大家晚上吉祥 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我们为什么要禅修 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然后远离我们的亲人 远离我们的种种喜爱的 可爱的 放下了世俗的所有的东西来到这里 为什么 如果是我们在家 可能就和这个老人一样了 虽然到老了 还是不断地在 为了生命的真谛 然后再努力 老也是喜欢漂亮的 没有人不喜欢漂亮的 没有信仰的人呢 常常是乐于花大量的时间呢 来伪装自己 人为什么要化妆呢 要把自己搞得有魅力一点 要漂亮一点 如果本来就很漂亮 那其实不用太多地去画 那么当我们在 通过思考思维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生命呢 生命呢 还有一些 比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追求 还要更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从哪里来啊 我们为什么 会投身成人呢 为什么他是男人 为什么他是女人呢 为什么他很富有 为什么我很贫穷 为什么他很漂亮 我长得很难看呢 为什么别人很高贵 我们却很普通 有的人很多病 有的人却很健康 为什么 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没有去花时间去想 那么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也会遭遇到种种的不幸 在幸福的人 他也会遭遇到老病死 有一天呢 也必然会面临着 和亲爱的人分离 那面对种种生命中的祈福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探讨的主题 好 那么我们说来参加产修 产修培训 那什么是产修呢 产修法律呢 叫 帕瓦娜 帕瓦娜 帕瓦娜呢 就是培育的意思 培育什么呢 培育我们的心 大家请注意啊 修行是修我们的心 而不是我们的身 很多人呢 把目标搞错了 然后要修得 把身体修得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没有病啊 没有痛啊 好像有青春永驻的感觉 但是你修行人呢 也会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也会有病 也会遭遇到很多的 世间的波折 所以呢 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 那么 这些世间的起起伏伏呢 当一个有修的人 和一个没有修行的人 比较起来呢 他们是截然不同的 结果的 好 那么我们谈到 禅修吧 那么什么是禅修 禅修呢 就是要培育我们的心 怎么培育呢 就是我们的心怎么了 我们的心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烦恼 你睡不着觉 也是心的问题 你吃不下饭 也是心的问题 你流泪 也是心的问题 你身体感到痛苦 也是心的问题 所有都是心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要 禅修了 那么 禅修最根本的目的是 为了什么呢 那么佛陀 在相应部 编辑 春经里面呢 就有提到 朱比枯 由于不能撤知四圣地 你我长久以来 皆迷失 与生死轮回之中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了 这四种圣地 真地 所以呢 我们会长久的受苦 受什么苦 就是受生命的苦 生命有没有苦 坐下来脚痛不痛 对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 头会不会痛 眼睛会不会痛 脖子会不会痛 肩膀会不会痛 肚子会不会痛 胸会不会痛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会痛 没有 最后连头发都会痛 所以呢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就是苦 所以这个是真地 真理 所以叫圣地 圣者所宣说的真理 所以叫 Dukha Aliyah Satza 是苦圣地 什么是苦圣地呢 我们都耳熟能详了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爱比利是苦 冤真会是苦 所求不得是苦 简而言之 无取应 即是苦 无取应就是这个身心 这个身心就是苦的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 如果你接受了 这个身心就是苦的 然后你就不会用这个 本来是苦的身心 然后去 世间去 寻找一份永恒的快乐 那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极圣地 极圣地就是 极就是原因 它的原因 就是苦极圣地了 佛陀说 此爱是再有 于喜 贪居于处处而喜的 这就是 欲爱 有爱 无有爱 这个就是极圣地了 然后第三种圣地 就是灭圣地 就是那种爱的 无于 离贪 灭 舍弃 舍离 解脱 无知足 就毕陀 这称为 苦灭圣地 那当有一天 我们修行 修到了某一个程度 那我们的无名 完全的被斩断的时候呢 就是那种爱的 无于离去 爱 可爱 喜爱 就没有了 没有任何的可爱和喜爱 他就会解脱 无知足 第四种圣地呢 就是 道圣地 诸比歌 此时 趋香苦灭之 道圣地 此际八知圣道 正见 正思为 正与 正业 正命 正经经 正念 八知圣道 八知圣道 就是道路 我们通过这条道路呢 就可以去 辨知苦圣地 可以断除 即圣地 可以 证悟 灭圣地 所以这是四圣地 由于我们不能彻底的知道 这四种圣地 所以呢 我们就 长久以来就 迷失在 生死轮回当中 所以我们修行的 目的是什么 解脱 灭苦 也就是说 我们要彻置这四种圣地 你修行有没有成就 就是用四圣地来衡量 就是你有没有完全地了知了四圣地 你有没有完全地了知什么是苦圣地 你有没有看到明法和色法 你有没有看到元气法 如果苦圣地应该变质的 我们完全变质了 其圣地应该断除的已经断除了 灭圣地 灭圣地应该证悟的 我们已经证悟了 道圣地应该休息的 我们已经休息了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的修行呢 我们的修行呢 就画一个句号 所以修行 修行 修行的目标和终极 就是证悟四圣地 大家要记住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身 身的痛苦 身有没有苦啊 身也是很痛苦的 从一节身开始 然后呢 就有很多的苦了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因为我们的 过去的夜 我们想要投身成人 然后呢 当因缘继合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会成为一枚受精卵 那个时候生命就产生了 不是到出生的那一刹那才产生 所以要知道 大家知道 然后慢慢地就开始裂变了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四个变八个 然后呢 到个两个星期 三个星期以后呢 慢慢地它就会有一点点形状 到一个月 两个月呢 就慢慢地会有小的耳朵啊 小的眼睛啊 那个一个小肉团 然后慢慢地就会分出 手啊 脚啊 到五个月 六个月的时候呢 就有一点点的出行 然后到七个月 八个月 九个月 如果住十个月了 那基本上的 胎儿的形状呢 就会有了 那么我们生活在 肚子里面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很黑暗呢 是不是很潮湿啊 是不是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啊 是不是很动荡啊 大家有记得住吗 记不住了 太小了 那个时候 太久远了 但是如果你的定力很强的时候 你可以想得起 你的心很平静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动荡 那种苦 所以 胎儿是有记忆的 你看他说话 他是知道的 所以为什么有胎脚 小孩在肚子里面 你就要跟他很好的沟通 如果你对他不好 他生出来 他对你也不好 你不要以为你骂他 你天天诅咒他 他不知道 他知道的 生命是有感知的 所以 有的小小的 还没有出生 就已经死亡 所以 人从一节身那一刹那 就伴随着种种的苦 那么 出生也是很苦的 是不是 很小的 很滋润的身体 从两座大山里面 想拉扯 整个身体 全部是红彤彤的 所以小孩一出来 就嗷嗷嗷地哭 哇哇哇地哭 为什么哭啊 因为很苦哦 如果是很快乐 他出来就笑了 是不是 很少见到 笑着出来的小孩 都是哭的 现在大家长大了 忘了 没关系 如果我们继续放育的话 我们又可以感受到 生的苦 生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成长了 然后开始上幼儿园啊 小学啊 然后慢慢的就 高中啊 大学啊 然后呢 就成家了 然后呢 就又有小孩了 然后又工作了 然后慢慢的就老了 牙齿也 牙齿也慢慢地掉了 皮肤也越来越臭 讲话也慢慢讲不动 嗯 对 我们的未来就是老 没有人不会老的 老的时候 各种器官都衰退了 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很苦的 看也看不到 吃也吃不下 走也走不动 嗯 然后呢 如果福报不好一点呢 就被人嫌弃了 嗯 嗯 就会被人骂了 嗯 所以呢 出家是比较好的 出家 出家人越老越值钱了 哈哈哈哈 在家人越老越没人要了 嗯 出家人娘好好出家 好好修行 到老了 别这样 哦 老和尚来了 感觉不一样 哐就过来一大片了 所以出家挺好 大家可以多考虑一点 嗯 所以老也是很苦的 皮肤变皱 牙齿损坏 猪根衰退 嗯 所以 老真的是很苦 嗯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脱坡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老人 嗯 有机会 所以漫庭是很好修行的一个地方 有的八十岁 有的九十岁 上一个小坡都上不动 参参巍巍的 拿一个南瓜 很重的感觉 慢慢慢慢慢慢走过来 从门那边走在这边 大概要五分钟 一点一点一点的过来 我想哎呀 这个生命真的是苦啊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老了然后就病咯 人必然会生病 没有人不会生病 现在各种各种疾病 瘟疫 瘟疫 新冠 就是三年了已经 一开始听 哎呀什么新冠病毒 四年 三年 然后呢就把我们 整个人类都摧残得差不多了 这个还是普通的病了 如果遇到严重的病了 更危险 之前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 后来生病也是变得面目全非 有时候 遇到这些创伤也是没有办法 手真的会断 我们去坐飞机看到一个人真的是手断 然后用个塑料袋抱着 然后呢就安排他坐在最前里 飞机稍微一动就哇 浑身是寒 那个真的是痛 不是假的 今天有个闲友在问 这个痛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 我想你可以自己感受 如果说是虚幻的 你觉得这个没所谓 我觉得也没所谓 所以很苦 有一天我们不上果报成熟了 那么我们可能会碰上这些苦 那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还可以专注呼吸吗 我们还可以很平静地去欲念佛陀的功德 我们的心情怎么样 有一天如果说我们躺在病榻上的时候 怎么办 大家做好这个准备 做好这个准备 今天青春 今天健康 不代表一辈子健康 不代表永远健康 有一天病了 没人照顾了 吃不动了 喝不动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 大家要想好了 如果你想好了 有答案了 觉得没所谓了 那你现在想干嘛都可以 如果还没有想好 还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多专注一会儿呼吸会更好一些 你慢慢专注呼吸 你就会有智慧 你就知道这个身体本来的真面目就是会老病死 你就会慢慢地放下它 如果现在一点点的腿痛你都受不了 那这些疾病来的时候怎么办 你跟谁去说呢 跟谁去倾诉呢 现在你痛了还可以换换脚 还可以站起来走一走 但是 到时候病痛来的时候 你说 给我换换脚 换换手 怎么换 大家要想好了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 最可怕的是死的苦 老了 受完老的折磨 出生的折磨 老的折磨 病的折磨 最后还要经历死的折磨 可能会恨死 如果是毁坏也成熟的时候 出门可能会被车撞到 不一定 走在楼上可能会空降 会坠落 有的人想不通就跳楼了 把别人的车给砸坏了 所以大家要做聪明的人 不要随便跳 你自杀一次以后要自杀五百十 你有这个业 你有点不高兴你就会自杀 这个是惯性业 不要用生命去开玩笑 所以听到佛法的人就不会自杀了 因为生命是有希望的 为什么自杀呢 就是因为生命没有希望 生命已经完全的绝望 所以他就会跳楼了 这个人不知道有什么果报啊 有什么果报会遭遇到什么结果 不好说 不善果报成熟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结果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有善果报的时候 然后努力地去培育善法 不断地在善法当中前进 这样的话就可以带起我们过去的善意 如果说我们又投入到不善的行为里面 那很多的不善的果报呢 就会成熟 我们会被两只剑射中 一只是善果报 一只是不善果报 大家看到有的人很倒霉 就越来越倒霉 越来越倒霉 他越倒霉 然后呢他越放纵 越放纵他就越倒霉 往小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因果的规律 如果说我们在善法里面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前进 那过去的不善业呢 就不容易成熟 如果你掉以轻心的话 成熟一见 可能就会有第二见 第三见 第四见 你就很难逃出来 所以刘哉曼庭是比较好的选择 继续禅修到阿拉罕 什么时候被人杀了也不知道 战争也是无处不在 坐飞机也是很危险的哦 是不是 前段时间 MU多少多少 132位乘客 直接空降 全部变成灰 所以这些都不是故事 是真实存在 不上果报成熟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 你跑不掉 你跑不掉 所以呢 不要轻易地离开 曼庭佛达斯 要在这里 好好的持节 好好的参修 不要参修 因为又结束就跑掉了 那在生命当中呢 还有很多的苦了 爱别利的苦啊 元成灰的苦啊 求不得的苦啊 当我们遇到地震啊 水灾啊 风灾啊 火灾啊 那可能一夜之间 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情人 我们就会变得流离世俗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 父亲也不见了 母亲也不见了 我们心爱的儿子也不见了 我们所有赖于依靠的都不见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怎么样 如果没有心理准备的话 很多人会绝望 会从此消沉下去 但是如果你有残修 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正常的 这些都是生命中的真相 你就会变得淡定和从容 所以之前的这些对痛苦的接受的训练 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一点点的痛 没有什么 一个多小时 一会儿就过去了 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能够坚持一个小时 慢慢一个半小时也可以 慢慢两个小时也可以 慢慢三个小时也可以 慢慢四个小时也可以 有的尊者 贤友他们可以坐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就坐着 也没通到哪里去 也可以接受 所以禅修身体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心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当我们能够不断地去接受 这个身心带来的这种变化的时候 那我们面对世间的时候 只是一些瘦了 是不是 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些瘦的冲击 但外界改变了我们心里面 升起的强烈的那种瘦 我们如果是平常有禅修的训练的话 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些感受 我们就可以思维它是无常的 苦的无恶的 根卡巴达是轮回的苦 轮回 恶趣 什么叫恶趣呢 恶趣叫阿巴亚 阿巴 阿巴是没有阿亚阿亚是快乐 是毫无快乐可原 就是在恶趣里面痛苦远远超过快乐 所以那就成为恶趣了 猪有没有快乐 猪还是有快乐 是不是 也不用干活 也不用上班 也不用打卡 每天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对 就是猪的生命 但是最后呢 全部变成盘中餐了 所以大家不要羡慕那些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的 很快他们就会变成盘中餐 对 有的人活着 但是呢 跟动物差不多 很低劣的生命 生命呢 就是随时会遭受到 遭遇到 死亡的危险 特别是动物 没有任何的 保证 所以 生命界是什么 生命界就是苦 鸟啊 猴子啊 狗啊 做牛啊 做牛每天要拉车 拉很重的货 有一位残求者呢 他就看到他 过去生的时候呢 然后呢 就是做一头牛啊 做一头牛 然后拉着很重的车 然后呢 就很吃力 然后那个主人呢 一直用鞭子 在抽打他 对 他今生是 也是蛮富有的 但是呢 对他的员工呢 是不好 经常略带的 后来呢 他修缘起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他 过去生 也是做动物的 他坐在那边是 痛哭流涕 很多人看到 过去生的时候 都是泪流满面 都是很苦很苦的 很多生 很多生 都是很苦的 出生还好一点了 做鬼了 就更惨了 各种鬼 想吃东西 也吃不到 想喝水 也喝不到 看到那个水 别人看到是水 他去了 就全部变成火 就全部变成那种 杀了很多 麦康的 水龙 所以呢 大部分的鬼呢 都是长得 非常的丑陋 样子呢 也是很 凶恶 这些呢 都是在死的时候呢 都是很强的 撑心 死掉 所以大家在临终的时候 不要生气 要保持微笑 只好要死得 好看一点 特别是禅修的人 不要死得太难看 死得太难看 就有可能 做鬼了 下地狱了 因为你很强的 撑心 所以呢 我们临死的时候呢 要 要微笑 要满意 满足 我们的这个生命 这一期的生命 已经非常好了 已经可以听到佛法 能够禅修 能够守戒 从现在守到 临终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好 你肯定会微笑的 从现在一直做好事 做到死的时候 你想起来 自从那天晚上 我就洗手不干了 精分洗手了 重新做人 你想起来的时候 你内心会非常地抑郁 最后你就可以快乐地 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继续再造作恶业的话 那就保不准 到时候就痛哭流涕 悲惨地 绝望地 毫无选择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就多半就是四合道龙 所以还有地狱龙 最恐怖的就是地狱龙 八大地狱 好叫地狱 大好叫地狱 那么在大好叫地狱里面 然后在中部愚人智者经里面 佛陀有描述 在地狱中的狱主 会抓住 已经投身到地狱的人了 把他们绑在像铁夹上一样 然后就用烧着火红的铁钳 铁钳就像大家吃烧烤 经常吃烧烤 朝着烤羊肉 到时候 狱主就会拿火红的铁钳 来扎我们的手 大家扎一下 是什么感觉 试一下 左边扎完 扎右边 然后扎我们的脚掌 扎完以后 扎我们的头 扎我们的胸中 人中 弹中这个地方 传进去 大家可以模拟一下 想一想 有一天我掉在地狱里面了 当狱主来折磨我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 现在我的脚有没有那么痛 你说哎呀 这点痛好像不算个傻 蚊子叮两下也不算个傻 你对待疼痛的观念 就不一样 我们现在受一点点的 微不足道的苦 佛陀说 这个苦是微不足道的 跟我们多如四二道 比起来的苦 是天上的地下 没有任何的可避性 所以当我们相信了 接受了 生命是有轮回状态 我们的精进力 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为什么 很多人对残求不感兴趣 就是不相信 真的有地狱吗 真的有未来世吗 真的我造了恶业 会有恶的果报吗 为什么很多人造恶 没有看到他们受苦 反而还飞黄尘大 对 所以大家要去深入的思维 万一有怎么办呢 是不是 有些人是相信有的 有些人是不相信有的 没有说是所有的人 都确定是没有的 对不对 那万一有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一颗红心 两手准备 要做好有的准备 所以我们现在要 谨小胜微 好好的去培养善业 那么即使是没有了 真的是没有未来世 真的是没有地狱 恶鬼畜生 其他的界 那我们因为我们 现在做了很多的善业 那么我们的下半生 会不会快乐 会的 你不要说未来是 那你下半生 你恭敬长辈不好吗 是不是 你对父母孝顺不好吗 对你天天对人 有慈爱不好吗 你经常不识 别人不喜欢你吗 是不是 到哪里吃饭 你都掏钱 别人不喜欢你 天天打电话给你 这个是我最好的朋友 来了 你人际关系出奇的 我告诉你 爱布施就是 有大家喜欢的功德 所以你想要别人喜欢你 你就多帮忙 多布施 那这样的话 今生就会过得很快乐 还有什么 寒冰地狱 是不是 寒冰地狱 也是很多年 很多年 很漫长的时间 在佛陀时代 有一位叫 古嘎里嘎的鼻窟 然后就是因为 诽谤了两位上手弟子 萨利波达尊者和 马哈摩格拉达尊者 最后就堕入了寒冰地 红莲花的地 这很多年 好 佛陀说 这五十节以来 我们由于被杀害 被砍头 以及和亲属离别时 所流的血和泪 比似大阳的水还多 我们无数次地投身到 恶鬼及地狱受苦 这一切都因为 我们不辞职 四身体 由于我们 没有完全地 了知四身体 因为我们还有 这个身体的概念 萨加亚地体 有身见 堕入色道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见解 认为这个身体是我的 有我的 就有我所有的 就有我的 我们的心就会 执着自己和他人 在执着自己和他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因为爱 我们就会生起贪心 然后就会生起称心 就会生起慢心 我比你厉害 你不如我 我们为了捍卫我们 我们自己的所有 我们就会去用身体去造业 用语言去造业 用意义去造业 我们用生意义去造业之后 我们死了以后 就会投身到死了 所以呢 我们常修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去除 断除有身见 什么时候可以断除有身见呢 我们之所以会认为 有一个身体 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了 这个身的概念 因为我们对这个身体的组合密集 没有破开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在的 存在的男人和女人 所以我们就会去知其他 如果当我们不断地禅修 不断地努力之后呢 我们就会见到 这个身体会改变 当我们有了强大的定力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身体去修四界差别 这个身体就会改变 它就会慢慢地变得发亮 慢慢地变得透明 最后呢 我们定力足够强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身体破开 智慧之手呢 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决意 让愿我能把这个实体把它分开 那个时候这个身体就会破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无数的很小的颗粒 那个叫色剧噶拉巴 只要你见到过一次 你只要见到过一次 你的观念就会翻天覆地地改变 你的执着 你的烦恼就会大幅度地 成倍地往下降 只要你看过一次 有过一次的 确实 真实的体验 那么你的观念就会完全地改变 所以 撤着四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完全地撤着四身体 我们才能够从痛苦中解痛 所以我们知道嘛 我们每天坐在这里 为什么要反复强调 专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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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佛陀说 SAMMA TIN PIKKAVE PA VITTA Sama-hi-do-bhi-ka-vi-bhi-ku Yatha-putan-bha-ja-lanti 可以说Satthu Satthu,Satthu,Satthu 在善知部佛教的传统 当说法者送完一段巴黎的寄送之后 听法者都会说Satthu,Satthu,Satthu 一方面是随喜佛陀的圣点 另外一方面说法者也可以就这个机会稍微休息一下 诸彼窟因休息定 诸彼窟有定律的彼窟能如实了知诸法 这个是佛陀在相应部的定经里面有讲到的 诸彼窟因休息定 Pavita应该去培育定 有定律的彼窟能够如实了知 如实了知什么 明色法 是不是 圆曲法 你没有定律你是看不到明法 你也看不到色法的 你看到的还是一个身体 你对这个身体去修观你怎么修呢 你想象它老了病了死了 那只是想象而已 那只是推理而已 当遇到很重的烦恼的时候 这种想象就会 这种推理就经不起烦恼的冲击 最后还是会有很多的烦恼 表面上是可以平静 你不断地关照这个手 抬起来是神 这个是灭 这个是神 这个是灭 这个是神 这个是灭 是不是 是的 这个是概念上的神 但是和你看到色剧 生起来就坏灭 生起来就坏灭 那个力量是差太多 差太多 它对我们心的那种震慑力 和那种洞察力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是要不断地培育定力 定力要足够强大 专注呼吸要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持续地专注 对 他们有的 我在美妙的时候 他们就来见我 叫我说他们修到什么 进行定 我说挺好啊挺好 能专注多久啊 专注呼吸多久啊 他说可以专注五分钟 到进行定 我心里面还是很杀土的 后来我说 你知道我们这边标准是 专注呼吸要专注多久吗 反题多久啊 我说要四个小时 他就看着我们 我也看着他们 然后他磕了三个头就走 所以 我们要知道定力有多重要 如果你定力不足够强 你在那边坐不住 那你要去看到这个深奥的法 是挺难的 挺难的 但是呢 如果是我们通过不断地培育 不断地训练 你花三年五年的时间 把定力培养出来 那你修观的时候 以后就会非常的容易 所以不要着急 培养定力的阶段 如是了知什么呢 就是如是了知我们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了解到 原来这个身体是有非常多的 非常细小的 非常微细的颗粒所组成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心就会改变 对 那个时候你看到外界也是不断地生灭的颗粒 看到自己也是不断地生灭的颗粒 你看到男人 女人 狗啊 鸡啊 什么什么漂亮的啊 树啊 各方面 全部都是变成色的 所以呢 有的尊者说 no man no woman 什么意思 没男人 没女人 OK We're good 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 为什么会说没有男人 没有女人 本来是有男人 有女人 为什么说no man no woman 就是这个是站在究竟地上讲的 是当一个人有观智的时候 他能看到究竟的明色法的时候 他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确实是没有男人 确实是没有女人 那个时候他对女人的直取会不会减少 对 已经没有女人了 对男人的直取会不会减少 也会 他看过去全部是色法 这是灭 生灭 生灭 他对他老公的爱族就会大幅度地相见 他肯定就想出家 出不了家也不会如痴如醉 有一天分手了也会心平气和 难道不会分手吗 笑那么开心 对 所以呢 如果想要如实地了之主法 那我们不能只是通过求啊 拜啊 加持啊 灌顶啊 或者是只是学习理论啊 学习推理啊 那我们只是只有一条路 就是按照佛陀教导的 界定会的道路 持续的前进 才有可能如实地了之主法 我们禅修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如实地见到 究竟色法和明法 还要看到我们的过去史 只有达到这三点了 我们的心才可能从灯里面抽离出来 你就觉得太难了 太困难了 好像是不可能的 再难也没有轮回难 再苦也没有对于苦 其实大家有残求的体验 其实没有太难 是不是 就是坐在那里而已啊 对不对 只是不用手机而已 那是少吃一顿饭而已 你中午多吃一点 有太难吗 大家觉得很难吗 很难吗 不难 不难 一天是不难的 两天也不难 一年就有点困难 十年就不容易了 是不是 一辈子就更难了 其实我们可以一天就可以两天 对不对 可以坚持两天就可以坚持三天 道理是不是一样 到底是一样 只是看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有多少 渴望程度有多少 你有多少的想要获得这个禅修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禅修了 要不断的去培育我们的心 这个是方明贤友 这个是方明贤友 还很年轻的时候 方明贤友也是出生在法乐参修园的 2020 2010年过来了 12年 12年 11年 对 也是想要出家 想要不断的努力 也是挺好的 对 然后这位是罗医生的父亲 已经走了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估计到天堂去享福 他走的时候也是很平静的 然后罗医生就在下面去煮饭 然后他跟他爸还聊天 让他爸在上面稍等一下 然后他爸是心脏不太好 后来接到诊所里面住 后来他到下面去做饭 做好饭上来 他爸就走了 就很快 后来就打电话给互拜 打电话给我们 到他们家去 帮他们念念经 所以这个是信佛的人 有信仰的人 走的时候呢 是很平静很安静 如果是其他就很危险 提前好多天就人世不知了 就昏迷了 就很危险 这个是阿玛达呢 也是在曼廷佛塔斯 原来法乐禅修园 最小的萨玛尼娜 现在还在出家 在缅甸 然后呢 对 在学习 十多岁了 早年的法乐禅修园 其实这里原来是叫法乐禅修园 然后呢 也是中国最早的开始禅修的 比较早的一个地方 当时没有法族禅令的时候 这里也是中国最好的一个禅修的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又回来了 从开始到结束 要在这里 我估计 要挣圣道圣果 要回到法乐禅修园 在这里禅修很宁静 气氛很凝重 这里有很多尊者们的沉淀 特别在大塔旁边 打坐非常的寂静 对很安静 禅修呢 有很多的方法了 很多的方法 可以修白骨啊 可以修不净啊 嗯 都是可以 以后慢慢慢慢再和大家交流 好 那么说到要禅修 如何禅修 那么之前呢 我们也讲过一部分哦 到明天呢 会和大家详细的去讲 如初心念嘛 嗯 这里呢 就简单的就过一下就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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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禅修呢 就分为几个阶段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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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过去生 度脱了三世的疑惑 现在我们可能会怀疑 我有没有过去生 我的过去生是什么 从哪里到哪里 有没有未来世 我未来世会逃生到哪里 我为什么会长那么胖 为什么长那么瘦 为什么现在我那么躲病 是什么业带来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道非道之见清净 就是当修行 修到一个很高的阶段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 十种观之染 光喜情信扯乐 执念舍欲 十种观之染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 非常强的光明 非常强的喜悦 非常强的念力 如果那个时候 没有老师指导的话 那个时候有的残求者就会认为 那个时候他已经见到涅槃了 然后他就会停止不前 停止不前 那么当有老师知道他之后 他就继续再把这些遇到的很殊胜的境界 喜悦 念力 还有舍 然后继继续再观照他的无常苦 那个时候他又走到正道 所以就叫寻导之间清净 寻导之间清净了 他就又回到正道 继续观照明色法的无常苦 朝向涅槃 那么等到他最后完全的断除了烦恼 就用出道出国断除了 有神见接近其和疑 然后呢 第二道呢 减弱烦恼 第三道呢 断除了玉滩和称慧 第四道呢 然后断除了无上分解 就是无明啊 还有吊极啊 还有慢啊 就是在阿拉罕道的时候呢 就完全的断除了所有的烦恼 对 还有八指圣道咯 八指圣道 刚才讲到一点了 正见啊 正思维啊 正语啊 正业啊 正明啊 正静静啊 正念啊 还有正定哦 然后归纳起来呢 也是三学了 正与正与正命呢 属于戒学 然后呢 正念正定呢 属于定学 正见正思维 正静静呢 属于慧学 正见正思维 属于慧学 正静静 正念正定 这个属于定学 这个是要改行 对 然后呢 通过十六种观止 次第的 成熟 明色识别之 原色受之 思维之 生灭谁观之 坏灭谁观之 不畏献取之 过患 谁观之 厌离谁观之 意解脱之 审查谁观之 行舍之 谁顺之 中心之 四种 四种初世间的 道志 四种初世间的 果志 然后呢 最后呢 就升起了 心查志 所以这个是十六种 我们经常讲的 十六种观之 我们修行的 行者呢 也是不断地 要去完善 去 亲自去 体正到 这些观之 若人活 受北水 无会 无禅定 不如生一日 聚会 修禅定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 的意义 是什么呢 就是不断地 去修习 戒定会 然后呢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 精进 最后呢 能够彻置 四圣地 彻底地 从 痛苦当中 解脱出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 为什么 要 禅修 最后呢 也 希望呢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朝着我们的 理想 我们的目标 持续不断地努力 最后呢 都能完全地 正知 彻置 四圣地 解脱 毫无意义的 生死轮回 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 功德回向 3 2 1 2 2 3 4 4 2 4 4 4 7 5 巴结米 迪萨佩 美萨玛 Bunyam Pagka 拉盘度 愿我此功德 倒向猪肉镜 愿我此功德 为这涅槃园 愿我此功德分 归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同得功德分 撒度 撒度 撒度